又到了二湖凤梨生产的季节 圆山二湖凤梨馆是举办了二湖凤梨的食农教育课程 邀请了大湖国小的学生学习做凤梨豆腐乳 也了解凤梨栽培的过程 为让民众安心品尝香农的二湖凤梨 圆山香农会今年主打农药领检出 让消费者安心享用 便邀请大湖国小学童来到二湖凤梨馆体验食农教育 带领小朋友制作凤梨豆腐乳 而现议员陈俊宇也跟着一起学玩得不亦乐乎 豆腐乳里面能够 做了什么 豆腐乳 豆腐乳啊 它是用什么做的 用凤梨 它有豆腐乳 那你以前有做过吗 没有 第一次做感觉怎么样 很新鲜还是很新鲜 很有趣 二湖凤梨好吃的地方在哪里 它很甜 都不会酸 甜有做过吗 没有 觉得好玩吗 好玩 因为 因为我的手段就可以体会 让夹东西有多不够难 觉得二湖的凤梨吃起来怎么样 甜甜酸酸很好 教育我们的小朋友来做这个凤梨豆腐乳 对于教育的这个小朋友对我们的食材的这个珍惜也非常的重要 二湖凤梨馆临近凤梨田馆内展示二湖凤梨各类的相关产品 而原山巷农会希望把这里当成食农教育的基地 让更多人了解二湖凤梨的栽培过程 珍惜得来不易的农产 凤梨馆已经成立了十几年 最主要是 除了凤梨之外 它还有附加的产品 像豆腐乳 还有凤梨酵素 拼棒 等等 很多 最主要我们也希望它这里成为以后食农教育的基地 除了农油 它有丰富的收获以外 还可以教导小朋友 怎么去认识农业 然后去珍惜荣业 发展荣业 让我们的这里的凤梨不只是凤梨 还有其他带动一些食农的教育 由于二湖凤梨农药零检出 不仅果肉香甜多汁 就连削下来的凤梨皮 也可以加水煮成好喝的凤梨茶 更是学童上食农教育的最佳食材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才能够到